病房里的病人已经去世 呼叫铃却依然没完准时响起 之后住进这间病房的人都相继去世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发生在医院的故事 呼叫铃 小美在一家医院工作 这天值夜班的时候 417病房的呼叫铃突然响起 小美一看却吓得不轻 只因为住在417的老奶奶在几天前已经去世了 那到底是谁按下呼叫铃的呢 小美忐忑地去病房查看 不过并没有看见任何人的身影 也没有出现类似老奶奶的鬼魂什么的 小美松下一口气回到值班室 然而很快 417病房的呼叫铃再次响起 这次小美的表情已经控制不住了 这间病房必定有什么蹊跷 之后417住进了一个大爷 自从大爷住进来之后 417的呼叫铃就没再想过 小美也就渐渐地忘了之前发生的事 直到某天 大爷突然坐了起来 并且张着嘴 似乎在不停地说着什么 小美凑近听到 她正在念叨着一个名字 而这个名字呢 正是之前去世那位老奶奶的 不久后 大爷就去世了 本以为这是凑强 可是后面住进来的婆婆 也像大爷一样 坐起来开始念叨 先前去世病人的名字 不久后 婆婆也病情恶化去世了 后面住进这间房的所有病人 都以同样的方式去世 并且他们死前 都看着病房的一脚 这么多病人死得莫名其妙 人们都怀疑这间病房被吓得诅咒 知情的小护士建议 干脆停用417病房 但作为医院的主任 小美不能轻易相信 这种没有依据的传言 况且难道真的要把这间病房 隔离起来吗 小美拒绝了小护士的建议 可是 她没有想到 下一个住进417病房的人 竟然会是自己的弟弟 说起小美和弟弟的关系 那是相当的不融洽 父母因为一次意外身亡 小美独自一人将弟弟抚养长大 然而因为忙于工作 两人疏于交流 小美和弟弟之间的关系 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但毕竟弟弟是她唯一的亲人 小美内心十分的担忧 但现在病房没有空缺 弟弟只能暂时住在这里 可弟弟还是听说了 关于这间病房的死亡传说 误会是小美故意 把她安排在这间病房的 吉利拉因此大吵了一架 最后小美甩了弟弟一巴掌 愤然离去 晚上小护士突然跑来告诉小美 她弟弟也出现了 和之前那些病人一样的症状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那些死去的病人的名字 幸好小美及时赶去叫醒了她 但事后弟弟却完全对此毫无印象 几天之后啊 弟弟终于换到了另一间病房 小美也终于放下了悬着的一颗心 然而晚上的时候 小美却发现弟弟不见了 她急忙跑到417病房 弟弟果然坐在病床上 看着角落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死去病人的名字 顺着弟弟的视线 小美发现 角落里竟然站着几个人 他们全是之前在这间病房 死去的病人 他们渐渐靠近弟弟 想要带走他 小美赶紧抱住弟弟 请求他们不要带走他 因为弟弟是他唯一的亲人 话音刚落 鬼魂全部见了 最终他们没有带走弟弟 事后小美得知 之前在这间病房死去的病人 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都十分的孤独 即使重病了 也没有人来看望自己 所以才会在深夜不停的 暗动呼叫铃 并带走后面的孤独病人 互相抱团取暖 小美也终于明白 是以往自己对弟弟的疏忽 才差点害弟弟被带走 这件事之后 姐弟俩的关系终于破冰 而那间病房 自内以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事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时候孤独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 如果有事件 记得多关心身边的人 或许你的几需关怀 是拯救他人的良药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